喝问卷 你喜欢林志玲吗 我也喜欢 也喜欢 那林志玲不喜欢你啊 你能去追她吗 那不能啊 那为什么你可以纠缠 你现在这个女朋友呢 我喜欢她呀 你不是也喜欢林志玲吗 不能吧 不能 为什么 因为你去纠缠林志玲 林志玲会报警 嗯 对 对吗 所以你先要转变一下 你的思想 你现在一直活在 自己的道理体系当中 就你什么事 你都有你自己的道理 就我们在说什么事的时候 你都 我是这样啊 所以我有理啊 不是这样的小伙子 首先 你特别能降 什么事你都可以找到 你占理的地方 我就今天跟你交个真 就他那笔钱 你删除银行转账记录 你说你个人爱好 对吗 对 你确定你借给你朋友了 对吗 我确定了 我现在就去拉银行流水 去银行拉 节目播出的时候 这个账单会出现在屏幕下方 你敢不敢跟我叫这个汁 敢吗 这我不敢 所以你就自己特别有理 就不管是真的假的 我都要说成是我的 你女朋友 你现在管天管地啊 什么都要管 管他跟异性的所有接触 你这这个表现 让我想起了我两岁的孩子 他就是那种 就是我的玩具 任何人都不能拿 不能碰 要离开这个玩具一米以外 不然我就啊 叫 你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 那我是喜欢的啊 不是 喜欢不是所有 你占有欲的借口 你喜欢你正常地 去表达你的喜欢 你把他周围的 所有的异性都删掉 然后跑到他工作的场合去闹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对 你说他如果那样做 我的脸往哪放 你那样做 他的脸往哪放啊 你考虑过吗 我私下跟他说 他不跟我说 私下不跟你说 你就可以到公开的场合去闹吗 那你女朋友的面子往哪放 他的隐私在哪里 他的尊严在哪里 没有 我知道 你拒绝让他和所有的异性接触 其实是一种爱的表达 就像你自己说的 可是这样的表达 太过于狭隘了 而且任何一个女生 都没有办法接受 它是一种禁锢 虽然你没有把它绑在家里 但它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 思想上的禁锢 而当一个女性内心 受到禁锢的时候 她必然会反抗 逃离 所以看也好 管也好 根本就没有用 越想抓得紧的东西 跑得越快 你放开手去拥抱 可能会获得更多 祝你们幸福 谢谢 紫阳老师讲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有道理 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吧 就这样